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丽心台湾 泰式料理原本只是罗拉老师生活中的一部分 当回到台湾之后 因为热心教大家做菜 就顺理成章变成了泰国菜老师 现在就来看看 它是如何将一堂堂的烹饪课 变成了饮食文化的交流课程 跟随家人居住在泰国多年的蔡秀兰 人称罗拉老师 入境随俗跟当地人学习泰式料理 多年后 泰式料理以及滇满菜系 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也成为他最拿手的料理 我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在二十来岁的时候 因为家人 家人在泰国北部做生意的关系 所以我有机会去到泰国常住 常住好几年 对泰国料理的那种气跟味 就有很深的记忆 回台湾之后 他很乐意地教大家做泰国菜 很快地声名远播 时常受邀各个社团教学 回到台湾之后 其实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社交的一个技能 就是跟朋友之间 你来我家我弄给你吃 或者我教你做 教着教着就变成 就是变成在社交圈里面的一个 好像很会做泰国菜的老师 久而久之就变成 理所当然成为一个泰国菜的老师 他就很乐意分享给大家 以至于大家都希望 他能够去教大家去 如何很简单地利用台湾的食材 做一个很简单的泰国菜 后来他自己成立泰式料理教室 不只交烹饪 而是注入各区域饮食文化的底蕴 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我们进入泰国的境界 大家都晓得泰国菜酸甜咸辣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这样认为 那柠檬啊糖啊 还有酱油啊还有辣 这个不用多解释 大家是晓得 但是其他他还有他的酸 他的酸的来源其实是罗望制 泰国人们都跟我讲说 你变地的时候吃这个 你快乐起来 他在泰国也可以做药用 没有错 其实很多的草本植物都是药方 泰国菜是多种族的饮食大拼盘 每一次上课 罗拉老师都会将菜有的由来 材料的特色 以及区域饮食文化 逐一介绍给学员 也唯有但就地理跟人文 才能领略多元饮食文化的形成 泰国它地方很大嘛 通常泰国有分很多泰系 就是泰北菜系 泰南菜系 在泰国北部那个地方是跟缅甸 云南 还有柬埔山那一类的交界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们通称叫金山脚 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就是少数民族很多 其实那个国界的界限 我们感觉上在地图上看 泰国在这一边 中国在那边 好像是处合汉界 互相不流通 其实你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 那条界限是不存在的 那个地区的人民其实是来来往往的 通婚 还有一些饮食文化 还有一些语言 其实都是都很接近的 透过深入了解不同种族 相互影响的饮食文化 以及食材运用说明 让来上课的学员不只是上烹饪课 而是一堂饮食文化交流 喂手果你就把它动作算 那在泰国的话 它会拿来拌七木瓜 送拌这样子 然后它是花 你认识植物你一定要叶花果都认识 来 再来 它的嫩果是这样子 螺旺子的手果 这样会有些人 有些人不知道嘛 加勒府每一年都有进口 这是泰国的照片 让你们看清楚 泰国的销售形态是这样子 它把一个果价 十个果价捏成一团 它是长这样子 你在泰国 我如果不让你们看这个照片 你如果我一天去泰国 你买什么买 你走过来 你不拿这三个东西 你看一下 你留下印象 你以后在泰国 你就扣一袋回来 因为它 因为台湾进口的螺旺子 这样都加防腐剂 泰国菜的酸味 大致上分为两种来源 一为食材本身的酸 例如螺旺子的果酸跟柠檬 或是经过发酵腌制的酸菜 酸笋 以及泰北发酵的酸肉等 二为调味的酸 螺旺子的嫩叶可以煮酸汤 酸酸的 煮下去它汤就酸了 天然的酸 你不用加醋 叶子会酸 嫩叶 你如果老叶会小 螺旺子嫩叶酸辣鸡汤 是一道用天然的螺旺子嫩叶 就可以煮出的天然的酸汤 再在果除的柠檬之外 是另一种常用的自然酸味植物 螺旺子很多很多的酸 都需要用到它 那最典型的 一个很典型的做法 就是炒火条 一定要它的酸 除了教学的菜系 每次都会另外准备品尝的料理 这次是泰北香草香肠 以及泰式甜点 玉香紫米卡诺 等一下开始吃的时候 我来示范一下 怎么使用 这个外面你吃不到的 台湾没有 这个台湾也没有的 我都是让你们如临 如临泰国的感觉 所吃到的东西是 台湾餐厅几乎是不出的 这个东西它的吃法是这样子 在这边一个人最少吃两卷 免抗 它是用恰补叶包覆花生 烤过的椰丝 红绿辣椒 虾干 红葱头 柠檬 生姜 再配上特制的铃酱 就是一道如临泰国的餐浅小店 不管是品尝的料理 还是教学的料理 努拉老师都尽可能让来学习泰国菜的学员 可以品尝道地料理 闻道地的泰国食材的气味 我买了一本 我买了一本罗拉老师的书 我发现很多的食谱里头 很少介绍食物的一个历史 还有一个背景文化 那我就觉得老师很专业 在这个方面 那本身也对料理很喜欢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从台北坐高铁下来 努拉老师每一次上课 总是可以把一道菜的缘由 说清楚讲明白 让学员可以从每一道菜的典故 增加印象 从而产生兴趣 他上课就是很快乐的一个课程 他不常识会把他所 他所有过去二十几年 他所累积的经验 都会跟我们讲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学得很快乐 很开心 你看这好像是在拌这个加年华一样吗 很多的料理课程我上过 顶多就是把食材做一做 我们尝一尝就结束了 对 很少会把他一生的功夫 灌注在这个食材里头 我觉得很用心 这种心血这是很难得 他吃料理有两大力别 就是香气跟味道 每一次上课 罗拉老师希望把每一道菜的用料特性 让学员可以掌握 所以课堂上会有摸文长的体验 这自然能掌握到 泰式的基础香气跟味道 出过多本泰式料理书籍的罗拉老师 从厨艺教室走到农场 种植多元化的香草植物 也让当年撤回台湾的 印誉孤君的后裔们 回味家乡的味道 鱼加盐 然后他们在泰国号称好的鱼露 是要皮鱼 小小的 你不能用大的 用大的也可以啊 用大的就是做鱼酱 鱼露就是盐加鱼的汁液 在泰菜里的运用 类似台湾的酱油一样普遍 但不能替代酱油 风味完全不同 有的人买回来不会用嘛 炒空心菜 炒高丽菜 炒蔬菜都很好吃 把它代替盐巴 除了介绍泰国菜会用到的特殊酱料外 也把绿咖喱酱的传统酱料的做法 让学员体验 我们是做绿咖喱酱 做完之后 我们再煮绿咖喱椰子鸡 一般来讲 外面的老师 他可能不会去教你做酱 他可能就是去买泰国进口的 然后教你煮 毕竟现成的酱料 跟现做的传统酱 在煮法上很不一样 他把泰国的绿咖喱酱的做法 原汁原味的呈现 食材 我并不是那么的专业 它是我的嗜好 对 那我觉得我来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食物里头 有很多的故事 那是不一样的 泰式料理对台湾人来说 接受度很高 因此 朵拉老师自制泰菜常用的炒菜虾酱 打泡酱以及绿咖喱酱 让喜爱泰式料理的人更方便烹煮 再更进一步来了解这个咖喱的做法 我今天就刚好有这个收获以后 我们就不买那个现成的就买 我们那个 罗拉老师的这个 他等于调好的酱 那以后对这个咖喱 因为我们家人喜欢吃嘛 差不多一个礼拜都会做一次或两次 所以真的也学到 学到也买到真实的材料 咖喱广义地说 是一种汇集很多香料 混合而成的调味料 但泰国的咖喱配方 运用大量的湿式香料 也就是水分很高的香草植物 例如南姜 香茅 柠檬 香菜等 而这些植物都很容易种植 成为泰国很多家庭前后院 会栽种的专属妈妈味 各位 泰国咖喱里里面 一种类分离 颜色分离 产地分很多 我今天只讲绿咖喱好不好 绿咖喱 那个咖喱的泰国话叫茅嘛 绿是茄啦 茄 所以它是绿茄 碗是甜 碗是甜 所以绿咖喱它必须要带一点甜 绿咖喱茄茄 碗 甜 它带一点点甜 一点点 绿咖喱椰子鸡 必须用椰子浆上面的一层油爆香 再加入绿咖喱酱炒香后 加入鸡肉炒 倒入椰浆 再加水 及四季豆佛手瓜炒熟 在泰国 泰国的绿咖喱鸡 一定会放这一个百分之百 台湾没有 这不是很 它不是很珍贵 但是我就是有种嘛 所以今天你们都尝一尝 它是鸡啊 鸡啊 茄子 还你尝试生吃吗 没有 我要下去煮 泰国人生吃 泰国人生吃 没错 泰国人生吃 它就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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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记不记得我的书里面写 酸甜 咸苦啦 苦 苦也 苦 你吃看看 好 从专属厨艺教室课程的需求 出过多本泰菜料理书籍的罗拉老师 延伸开辟自家农场 方便取得各种东南亚 以及甸缅泰的食材植物 这四个村的云南人的二代媳妇 第二代后代媳妇 他其实也没那么懂他们来自于 来自于他们故乡所来的香草 那他去我的教室学料理 学香草的使用 那学着学着 他就介绍我来这边买这一块地 种满了东南亚的香草 还有云南菜的香草 农场的位置在屏东离港 跟刀雄美农交界的河滩地 也是六十多年前 政府安置金三角的 业裕孤军后裔的其中一个地方 孤军后裔来到台湾 已经六十多年了 那第一代 第一代如今都已经八十几岁了 那他的二代 他的二代今年大概在五六十岁中间 三代几乎已经不记得了 那二代来到这边的时候 大概都是在五岁到十岁中间 其实五岁到十岁中间 这个都是小孩子的阶段 他对家伤胃 他可能跟着妈妈跟着爸爸吃 吃是有的 那是他们的日常饮食 但是对于这个香草的 他的脉络 他的使用方法 他或许没有那么 或许没那么熟悉 难道孤军异地多民族特色的定源 信国等四村社区 除了年纪教长的大妈或大叔们 能记得片段的家乡味 这也意味较为正统的 天免泰的饮食文化 在台湾有断层的危机 大妈你手上拿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种的吗 对 你们那边缅甸话云南话怎么讲 那你们做的料理 这个packet你们怎么做 怎么吃 要做的菜很多种 很多种 我们那个有绞肉 绞肉 来拌辣椒 大蒜 葱什么什么 原味拌一捏 捏一捏 拿一头来包起来 包起来 包起来 拿那个 锅子 煎一煎 这里家家户户的庭院里 过多或少都会种植香草香菜 或是各式各样的特殊辣椒 但这里老年化严重 以及地方发展不利 大部分年轻一辈都选择外出发展 这边没有商业啊 这个很难讲 这边没有商业 只有北部跟中部有商业 北部这是中间西村嘛 非常的蓬勃 那中部的清津农场更蓬勃 更蓬勃 这里几乎是没有 就是两三家那个米干 米干就是硅啊 中间新村因为它靠近台北都会去嘛 所以它要被知道 被宣扬 或者它要发展成一个很成功的商业模式 中部的话 它目前来讲的话 它比较偏重在民宿 那民宿里面又有云南菜 云南菜 也都是云南人 台湾有三个安置当年孤军后裔的地方 就是北部桃源的中正新村 中部的清津农场 都蓬勃发展滇缅泰菜 而南部定源信活社区 却一直处于没落没有发展 这里能看到的几乎都是老人居多 而极近的街道外墙 还留有当年的反共标源 像大妈她没有来过我这里 那算是因为那个张猛师 她没有拍料理我 她第一次进来我这里的时候 她很惊讶 我尝她那个脸部的表情 我完全可以体会 她非常惊讶说 原来你这个罗拉 你每次都来找我聊天泡茶 都讲那些五细沙 原来你是这么一个有专业背景的 罗拉老师因缘机会 来到这个充满意足的地方 开闭农场 她种植的滇缅泰的食材植物 种类多元 可以说超乎当地人的想象 她也努力传递更多的香草植物 给当地的人 让他们回味起更多家乡的味道 欢迎回到美丽星塔班 在南部异域孤军的社区 种植多元化的香草植物 方便社区的香草植物交流 罗拉老师希望未来 透过农场的植物栽种 成为滇缅泰料理的快乐园地 这个所谓的金山脚的异域孤军 从云南到缅甸 一直到台湾来 来到这边 来到异地想念的是 故乡的味道 所以这个罗望子的味道 罗望子树就在这边异地重生了 异域孤军来到台湾也六十几年了 所以我们推论它 至少有五十面以上 树越老 果长得越多 仅存的一颗罗望子 屹立在社区公园 却因为老一辈逐渐逝去 后代早已遗忘它的味道 从历史跟地缘上来看 辽国云南的歹族 还有缅甸 以至于到清迈 他们这些少数民族 他们无论是在饮食文化上 或者在语言上 他们是有很多很雷同的 虽然可能你重一点 我重一点 可能种类都有 但很分散 很分散 所以我这个园区 就所有的东西 统统把它种起来 有时候还可以供应 给左邻右侧一店 农场的种植 都是以安全无毒的方式栽培 其中有姜黄 香蓝 香茅 高粱姜 特殊的咖啡尔柠檬 罗望子 雨夜金和欢 以及大花田金等等 几乎涵干了所有 泰菜常用的香草植物 我们来剪一下留菜 我们等一下做金撒 金撒剁肉料理还有牛帕糊都需要用到 我们也需要用到赤圆衰 我们来取一下赤圆衰 赤圆衰等一下做牛帕糊也是要用到 还有那个剁肉料理金撒也要用到赤圆衰 东北的剁肉料理 它所用到的肉类加很多很多的香菜 那香菜很多元 依自己的喜好而定 可以加香茅也可以不用加香茅 我们等一下来做这个料理 我们加一点香茅 剁肉料理需要的香草气味 有香茅 青葱 还有刺圆衰 跟生肉一起剁一剁 这个剁肉料理它源自东北 从东北到缅甸的云南人 云南人又来到台湾把这个料理带到台湾来 那这个料理在台湾它有一个名称叫做金撒 金撒是带族的话 金是肉 撒是剁 这是剁肉 剁肉料理 那这个料理它吃的是很特殊的香草的气味 在辽国缅甸都是吃生肉金撒 把它拌一拌就吃 但在泰国北部清迈一直到中部 甚至在台湾 吃生的料理对健康有威胁 所以后来发展出用锅子把它微熟 那金是肉 那撒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剁 那台湾他们这一些故事 会来到台湾开餐厅迎生 他们把这个菜端上餐桌来 他们就把它翻译成锦撒 锦撒 那锦撒是什么呢 锦撒就是剁啊 剁啊 剁啊 把它很多的香料 把它很多的香草植物 香草植物把它放在肉里面一起剁 剁到那个肉也吸收了它这个香草的味道 已经在地化了 已经用锅子把它煎熟了 那那个菜呢 来到泰国的中部 它又变化成一个叫做拉姆 就是凉拌拉肉的菜 那来到台湾呢 那更不一样了 跨得更大 更在地化了 就是比较不辣了 比较没那么辣了 然后也是把它煎熟了 那他们的菜单上也叫做金撒 金撒就是剁肉 那金撒剁肉也不是只有剁猪肉 剁鸡肉也可以 还有剁内脏也可以 猪的内脏 鸡的内脏 牛的内脏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剁一剁 剁一剁 然后香草香料全部都放进来 剁一剁 剁一剁 这蘸的 蘸的糯米汁 台北菜系里有一道用牛肉或牛杂 煮成的汤料理 喜欢吃酸吃辣的青麦在地人 喜欢加辣椒粉跟柠檬汁 而台湾的云泰免餐厅 就直接把这碗牛肉汤叫做牛趴呼 那我这个园区里面所种的香草植物 它各种植物供应着不同料理的所需的味道 那云南有一个菜也是蛮有名的 你如果台湾卖云南菜的地方 你都吃得到叫牛趴呼 那牛趴呼就是牛肉 趴就是煮得很软烂 呼是一个语柱词 牛趴呼就是煮得很软烂 那它跟台湾的川味牛肉 还有台湾式的红烧牛肉 它做法其实都一样 做法其实都一样 只是说它的那个味道的来源 所使用的香草是大意齐聚 它有用到吃原醉 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有用到炒果 炒果去熬汤 更重要的它有用到香料 辽菜 辽菜 那个味道就是很嗆很特殊 除了香草的气味外 泰国人的主食是以糯米为主 但他们烹煮糯米的方式 又跟台湾人不同 那泰国人呢 他用手抓着糯米吃 它是有它的文化背景的 它就是用江南蒸的饭 那这个泰国人他们吃糯米 他们有一个吃法 他们就是拿着糯米 这样用三只手指头这样子 捏着捏着然后沾那个酱汁吃 那云南人来到台湾 他们其实云南泰国辽国 清迈其实是三角边 是有同一个文化的背景 那云南人吃糯米饭 他们都用手抓 所以他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手抓饭 手抓饭也是一样也是沾的酱汁吃 不管是做料理还是种植香草植物 对朵拉老师来说 几乎没有所谓的困难 他把熟悉的味道早已内化在他的生活当中 也把农场整理的井然有序 虽然目前还没有对外开放 不同的饮食会让人有不同的快乐 那云南就是甸嘛 甸甸嘛 甸免泰 甸免泰的料理在台湾 它目前来讲虽然已经慢慢的红起来 但它毕竟不是一个大 大多数都认识的一个料理 那它的香气 它的香气很浓嗆很香 它是可以被喜欢的 那我希望这个原地将来 可以开放让大家进来参观 或者动手去做 让这个气味也变成像日本料理 韩国料理那样可以融入家庭 让它变成很容易可以上手 想把泰菜变成一个完美的模式 朵拉老师长达12年的时间 重返泰国学习 并且把以前对香药的印象全部放下 才有如今应变自如的功力 每一年都一定要至少两趟去泰国 来来去去的 去泰国干嘛呢 走菜市场吃 吃高档的餐 吃路边摊 就一直吃一直不断地看 然后变化 当然这个中间也不断地去跟泰国 我的老师们持续在精修在学 不断地精进自己 朵拉老师把泰国餐的饮食文化 成功地输入台湾 她不只是一位可以把颠台免菜系 说清楚的人 也为孤军扣医找到更多美好的家乡味 甚至让一般对泰菜一知半解的人 能更清楚泰式料理美好的香气跟味道 是在于饮食文化的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冷